Hello 欢迎大家来到9月25日晚上的桑普伦静 一样那句话 comment like share,subscribe YouTube,patreon 看完广告和利用supercancel function赞助支持本人 多谢各位,今天我们继续讲美国大选 连续讲很多是美国大选,有几个原因 一,连续讲三四个星期每一条片都超过一万人支持 这个市场决定,大家喜欢看的话 我觉得也是我自己知道的一些有兴趣的题目 那我可以讲多些 而且这第二件事 是这句话题和香港人 无论在香港的香港人 尼山的香港人和台湾人 都是相当关键 因为他的结果,我们无权投票 除了一些 已经入籍美国成为美国国民公民的一些 香港裔的美国人之外 基本上他们才是主角,他们要投票的 他们投什么票,我们基本上我们不会干预 那我会讲出我自己一些政治的想法 理想 价值 观念 和大家分享 那我在点评人物的时候 亦都会看到我虽然没有拳头 亦有很多人说你没有拳头 你不值得说 第一,我在台湾 是有宪法 这里的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 第二,我不是干预选举 没有用钱 没有用人 去干预选举 第三,如果我讲的是我的评论 而不牵涉假讯息的话 你无从说我干涉 干预选举 那还有一点 公允评论之宜 如果活在美国以外的人 没有权评论的话 请在美国的人 不要评论台湾,香港,中国,英国 澳洲 纽西南 英国 法国 德国 日本 韩国 蒙古 所有的事 看都不要看 不可以说你不在那个国家 就没有权评论 如果我传播一些misinformation,disinformation 请我告诉我 我在哪一节 传播这件事 我 对于右派一些纲领支持 这个不是misinformation,disinformation 而是comment 是我的意见 是我的评论 OK 所以我想这一点 大家要搞清楚 不要用一种 所谓拍脑袋的方式 去批评 我想这一点很重要 接着我们要讲一些 简单报告一下 近这24个钟头 发生的一些新闻 即是 揭露的一些新闻 之前 轻松一下 今天看到 不是卖东西 我不是 有些人在卖东西 我不会卖东西 在美国 我上次去到 Trump Tower 即不是去芝加哥 我去过纽约 我分别 去拉斯维加斯 Trump Hotel 其实 Las Vegas Chicago 以及 New York 我都买了很好的帽 Trump的帽 旁边有美国国旗 美国国旗 有趣 前面就是Trump OK 然后 也有 今年的 Trump 2024的帽 另外 就是有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这个就是 经典 也有美国国旗 在旁边 整个帽子 就是这样的 智行购买了 我想这件事 在台湾 我印象中 没有得买的 在美国有得买的 我都觉得 这场选举在美国 那么废头 我当时买些手信 如果有兴趣的 不如你带来做节目 你可以留言 告诉我 告诉我哪个帽子 我告诉大家 A 就是这顶 OK A就是这顶 B就是这顶 C就是这顶 OK 如果大家 不要带 不要带 全部是X的话 不要带 继续做节目 可以带X的 欢迎大家 给意见 以后未来 还有一个月时间 那么 偶尔 玩些花款 都不错 我们继续讲一些 关于 这日的消息 整体来说 在过去的24个小时 我似乎觉得 在左派的舆论里面 发挥非常猛烈的攻势 OK 昨天我说错了 不是华尔街日报 是华尔街 即是 叫华盛顿时报 这件事 他公布的 一篇文章 是更正 他有关的疏绍 但是我们说回 究竟最新的民意调查 似乎 左派的调查 尤其是 路透社 伊普索 Rotus 和Ipsos 他在9月24日 昨天 公布的最新民意调查 显示 哇 这个 Harris 即是 抛离Trump 即是高过Trump 哇 由5个百分点 去到6个百分点 分分钟到7点 即是 这个情况 46.61 对这个 40.48 即是总共有 成 6.17个百分点 这么多的 距离 由5 变6 多厉害 这样 即是你看过我节目都讲过了 我昨天已经讲过了 2020年的时候 拜登抛离Trump 14个百分点 自己去做的 自己去做的一种境界 而每一次 这些地方 1000 2000 左右的一个 sampling 是不是真的 有代表性呢 而这个sample 是否有科学根据呢 本身 都很有疑问 所以我就说 这些民意调查 沽妄停止 切勿进信 即是他顶多是说给你知 同一班人 如果他要做真的做假的 有个trend 这个trend本身是真与假的 都不可进信 记住 宁可信 每一个人自己的票 去投出来 都不要信任这些东西 OK 路透社叶普索 在这个民意调查显示 Harris 在Lead Trump 即Trump trail 和这个 何锦丽 即这个哈里斯 6个百分点 OK 此外 Harris 看来 好像削弱 Trump 在他强项 经济与就业上的优势 是不是就是这样呢 我先读完这篇新闻 我说你知有些 博论和大家讲一下 这一项历时三日的新的民调 在9月22日结束 未4写5日的数据显示 Harris 和Trump的支持率 分别是46.61% 和这个40.48% Harris在Lead Trump 6.17的百分点 略高于他在9月11日至12日 在Routes 和Ipsos 民意调查中 领先Trump的5个百分点 而最新民调的 不差幅度 约4个百分点 即是已经突破了 不差范围 此外 但领先幅度已经一度走跌 特朗普在7月下旬 Harris宣布参选时 在这个议题上领先11个百分点 8月份的民意调查领先3个百分点 现在剩下2个百分点 纽约时报 纽约Times 我都说过 最新民意调查时 Trump和Harris 是从8月初的死亡交叉以来 Harris持续微幅领先Trump 而目前是49比47 Harris 49 Trump 47 值得注意的就是 七大摇摆州当中 Harris 赢三州 Wisconsin Michigan 以及 Pennsylvania 另外两个州 Trump是比较勇赢的 阿里桑纳和Georgia 而两个州被媒体打成平手 North Carolina Trump赢1个百分点 Nevada Harris赢1个百分点 但我就说 如果按照这个说法 Nevada就算被Trump都不够赢的 不够Trump赢的 Trump要赢Pennsylvania 或者 Nevada加上 Wisconsin Nevada加上 Nevada加上 Majigan 才有机会赢 OK 你自己数选的人 的票数 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 所以我就知道 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 你说我的评论是什么 你看这些报道 有个很特别的地方 特别的地方 当时他在哪里呢 他只是说普选票 喂 你这些Routers 和Ipsos 说普选票 是自己 自high的表现 This is totally irrelevant to the result 选举的结果 和你本身 究竟是否 普选票 没有关系 普选票很多的 访问对赛 加州 New York New Jersey New Hampshire Rhode Island Maryland 那你当然 那你这些数字 不断飙升 都没有用的 因为美国是 选举团人制 每一个 叫做state 邦 其实 州的 我不喜欢用 中国那种 州啊 郡縣 这些地方 其实不是一个地方 其实每一个都是国家 每一个国家 他有一个 数字 根据的人口 有个数字 成为选举 人团 而每个选举的 Electoral College 决定了 未来的总统选的结果 行之有效 这个是一直以来 联邦国家 美国的一个特征 他不是靠这种 普选票 去产生 这个总统的 他是靠 普及而平等的 普选票 去决定 每一个州 他本身是有什么 选举人 的出现 组成选举人团 在未来的情况之下 就是每个州 按照他的规则 去讲给大家 我要选 哪一个的候选人 OK 这个基本的 一个原则 而这些选举人 是必须 执行 选民的mandate 是不可以有个人的意见的 这个就是 美国的选举制度 在这样的 大前提下 我们知道 这些 这样的调查 都是说普选票 没有说到每个州的情况 New York Times 那个情况 有点例外 但New York Times的情况 记住 他时间上有落差的 他最近在星期一 公布的 那个呢 就是Arizona Georgia North Carolina 但不知为什么 不公布 Pansylvania Wisconsin Michigan OK Nevada 没有公布 这些情况 我们上一个星期的民意调查结果 不是 星期一公布的民意调查结果 非常奇怪 所以刚刚讲的这些地方 是将上一个星期的 和这个星期的 攬炒来说 我认为标准不是很一致 但无论如何 时间正在 不断向前推移 现在离开真正的选举 还有40日左右 一个月开外 我说了很多次 October surprise 10月惊奇 分分钟会出现 到时候什么爆裂的事 可能第一关就是 这个10月1号 J.D. Vance 和Tim Walz 两个副总统候选人 就会有一个辩论 这个辩论 有什么后果 也都要大家 拭目以待 那么刚刚的民意调查 还有一个重大的 博论是什么呢 就是说 智库 全球事务研究所 做过最新的民意调查 那么他们看回 这些就是break down 一些议题上面 究竟 选民是怎么看的 你一看的时候就知道 如果论外交 我就讲了论外交 Trump是win的 OK 除非你讲 我知道这个全球事务研究所 都是完全没有任何的 指标作用 但是似乎 美国人 深知肚明 大部分的美国人都知道 Trump的外交政策 是得他的 本身的 美国选民认为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Trump 更能有效应对中国 可能攻打台湾 但 支持民主党候选人的 Harris的选民 即那些 就是投 这个 哈里斯的 那帮选民 就会更加愿意出兵 保护台湾 OK 其实当然也好 台湾需要 by partisan support 我经常都说 做政治人物的 不要落答 他不是我 我是commentator 我无党无派 我说什么都可以 我清心直说 但是做政治人物的 为台湾国家利益做事 我想他们一定要希望做到一点 就是 要 不要表态 他支持哪个政党 这个很重要 Institute for Global Affairs 全球事务研究所 的民意调查 显示全美有52%的选民认为 Harris更有 强的能力 捍卫美国的国际利益 认为Trump的比例是48% 但 在摇摆州 这个是关键 摇摆州的七大摇摆州 有54%选民相信 Trump更能捍卫美国国际利益 认为Harris的比例是46% 刚刚反过 还凸了 我就说 决定这场选举的是 摇摆州 而你看到Institute for Global Affairs 这种理解 再加上 在Immigration and Inflation方面 选民都倾向支持Trump Trump是基本上会赢的 你看回这些数字 你也知道 Trump基本上很有可能会赢的 你外交 移民 经济 都行 都很多人支持Trump 我想这个情况 Trump赢的机会很大 这个在摇摆州 不是全美的popular vote 在摇摆州 摇摆州赢 就赢了 而摇摆州有54% 的选民 认为Trump更能行为美国利益 而认为 Harris更能行为美国利益 46% 相差8% 完全超过五差范围 摇摆州有50% 58%的选民认为 Trump更有可能终止 加薩 和乌克兰的战争 认为 Harris可能终止的只有42% 而全美选民方面 相信Trump更有可能 终止战争的比例 51% 51 而Harris 49% 关于如果 中国 武力 犯台 摇摆州的选民同样有58%认为 Trump更有可能有效应对 而Harris的比例 42% 全美选民方面 认为Trump更有能有效应对的比例 53% Harris是47% 这个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 Mark Hanna就说 Harris的外交政策 远景 远远不如Trump明确 尤其对摇摆州选民来说 Trump的团队近几个月来 一直对摇摆州 做很多的信息的一种反轨 这件事使得Trump的 一种的 支持度 基本上稳定 根据这个民意调查显示 在保护台湾方面 民主党人 和共和党人的支持比例 几乎一致 分别有44% 和45% 赞同 我想这件事 难得 你说很低 低过一半 当真的有战争爆发的时候 整个情况就完全不同 OK 会更高 但是 相对于 有意投给Trump的美国成年选民来说 有意投给Harris的选民 认为美国应该出兵 保护台湾的比例 是高出18% 那就是说 民主党的选民 不是个个都是垃圾的 我们就千万不要这么说 OK 那么 我们会看到 他们也都有一帮人 很希望保护台湾 那么代表共和党的支持者 不想保护台湾呢 不是 是 但是他们在美国优先底下呢 Trump 的基本的方略就是说 用阻击 而不要论到打仗 所以真的要打仗了 也都会保护台湾 我想这一点是无分牵纸的 希望大家要明白 没有这个问题 即是不要以为 美国 我们怀疑他们 他们不会帮台湾的了 有些南白阵营的人 中国党 中国国民党 和号称台湾民众党的 中国民众党的人 基本上是天天讲完 假消息 说台湾不会被美国保护 疑美论 仇美论 恨美论 远美论 疏美论 然后弃台论 搞完垃圾的讯息 我要严正指出 他们全部都是 讲假话 那么 另一方面 就是看到 在投票在职 双方加紧脚步 特朗普曾经被人两次 就是 一次 杀人未遂 刺杀未遂 另外一次 预备刺杀的时候 被人捉了个板 Harris 方面 亦都会遇到一些 阻滞 我就是这样看的 我先不要做阴谋论 我先不要做阴谋论 Harris 是不是 故意做一个这样的局 出来 他都会被人袭击 我可能不会做阴谋论 我也有一个句 我的标准是一致的 哪一个候选人被人袭击 我先不论动机 都绝对应该谴责暴力 不会像希拉里那样 最坏都是你特朗普 搞白人 自常主义 种族主义 违背美国价值 製造仇恨 製造梭尼 製造分法 最坏都是你 我不会这样说希拉 我不会这样说 这个希拉 敢说这个 Harris 喂 任何候选人受到 袭击 这个对美国民主制度的挑战 我做律师的 你这件事是犯法的 我怎会说 犯法的 我们先不论 你避害一定有你的坏理由 谁说这些说话 显然是 连基本的常识都没有 我们都说 哪一个当选都好 我台湾 我在这个地方 难道我怎么翻盘这个选举结果吗 我都无可能 我都要面对的现实 一个叫强抗中 一个弱抗中 可能未必弱抗中 甚至通共机会很大 我都要面对的现实 世界上所有的潮流的改变 不是说 我说几个说话 三寸不难之舍 世界就会改变 但我们都要面对 香港人一样的 台湾人一样的 日本人一样的 全世界一样的 都要面对的 在香港也好 李生也好 也都要面对的 我们面对的时候 Harris是不是没那么好呢 是没那么好 Trump会不会好一点 是好一点 但是都要小心 因为我们知道 不是每一样东西 Trump做的 我们都会赞成 但是他整体的方略 我们觉得 是正确 他的观念 他的信念 他的思想 信仰 希望 力量 各方面的东西 我们是比较 支持的 所以我们会在这个地方 我是Trump supporter I'm not Trump fans 我不是川粉 粉就是什么呢 凡他说的都是正确 比如说 有些人是 Eason的粉 就是凡他说的 是对的 我不会这样 OK 在这个社会上 容许有不同的意见 但我只是说 Trump有他的一些 小问题 但大问题 基本上不是 大问题出现在 Harris的身上 OK 好了 两个候适人势均力敌 双方加紧选举脚步 不过 Harris在阿里桑纳州的竞选办公室 在9月23日凌晨被不命人士枪击 枪满中 流了几个弹箱 警方目前正在调查中 这个发生的地方 坦佩斯 Tamper 警方指出 位于凤凰城 Phoenix都会区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DNC的竞选办公室 在23日凌晨被不命人士枪击 由于枪击发生当下 办公室凌晨时份是没有人的 这个案件 警方朝向 财产犯罪 做调查 不知为什么 在夜晚 忽晓时份 Dawn Raid 真是乱枪掃射 为什么 你又不是破 你又不是杀人 目的 For what 这个很引人疑斗 案件的动机要调查 我不想搞阴谋论 我只是说 哪个候选人 受到暴力的 是襲击的 就算是财产损失的 我们都要谴责 襲击者 而不是blame the victim OK 就算我是支持 Trump 我都不会说 都是Harris的错 我不会做这些 这个不是说 交 OK 我们做人 应该有这样的理解 你有这样的心情去对待人 人家的极左派 会不会这样对待你 不知道 我投之以图 换报之以理 不知道 但你不可以把这个仇恨 不断向非理性的方向 抹大 我这样的说法 希拉莉会不会 有反省 都要问候Trump 我希望他能够做到 每一个人 你政见有多不同都好 你如果认为对方 是根本没有任何资格 没有法律资格参选 那么就告他 褫奪他的参选资格 你不是 你用一种 他不行的 他起仇恨的 这种做法完全罔顾了 他是受害者的角色 所以我批评这一班 所谓的 民主党的建制派 深层政府 华尔街集团 和所有的极左派的 是一些很垃圾的想法 反而 你问我 我都讲过拜登和Harris 都起码大戏一些 会向Trump问候 Trump收到电话 他在做了大会的广告 多谢拜登 多谢Harris 但对于Hillary 真是 No OK 那么你看看 谁在操盘 你觉得Harris 真的在做中统吗 还是Hillary Clinton 你自己想一想 民主党竞选协调经理 Sean McAnony 的声明中秒出表示 当时 办公室里面没有人员 这件事没有造成任何的伤亡 当地的媒体影片显示 民主党办公室的门上有两个弹孔 窗户上另有两个弹孔 即总有四个弹孔 警方透露 同一间办公室在一周之前 一个星期之前 曾经被人用BB枪开枪射击 由于Harris 这个星期将他前往Arizona 访问 在访问前夕发生这件事格外敏感 警方积极追查 又看我昨天节目都说过 三个城市爆发暴乱 Minneapolis Chicago 还有 这个 Chicago Minneapolis 还有另外一个城市 爆发暴乱 废城 Philadelphia 三个地方爆发暴乱 很少人去说这件事 接着我就看回这一宗新闻 我发觉到 第一 警方要全美国要注意 似乎有一股势力在想运作 不断上在这个地方 添烦添乱 而我觉得最严重的地方 就是11月5日至1月20日之间 美国局势 OK 希望大家要明白 这个很重大的地方 第二 后面有没有外国势力 中国 伊朗 北韩 俄罗斯的指挥 这个我们都要很清楚 去调查清楚 如果在美国掌握到有关消息的人士 希望 向国土安全部 最好向特勤局 申报有关的 发言 FBICIA都会展开调查 另外 Trump 也受到威胁 不止是 Harris Arizona州的地方被攻击 我们觉得这件事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 Trump 亦受到的生命威胁 他9月25日 凌晨在社群平台 Truth Social 发文表示 伊朗对他生命构成重大威胁 在这个之前 Trump的竞选团队声称 美国情报单位已经向Trump 发出警告 说伊朗对他存在真实而具体 的暗杀 威胁 Clear and Present Danger 而美联社 AP就报道 Trump 写 伊朗对我的生命构成重大威胁 整个美军都在监视和等待 他补出一句话 伊朗已经採取了一些行动 但没有成功 但他们会再次上司 而我身边围绕着 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多的人 枪支 和武器 所以更加严峻 即是有一种 以风山与欲来风满流 来一次 来两次 可能来第三次 四次 所以Trump的维安团队 即是 所有的一些当地的警察 更重要就是特勤局 Secret Service 和Trump的一些保镖 他们本身要充诚合作 做到这件事 OK Trump的竞选团队在9月24日的一份声明中表示 美国情报单位已经警告这位前总统 伊朗对他存在真实且具体的暗杀威胁 即是这个不是他自己乱吹的 是美国情报单位给他的文件 Trump的竞选团队发言人 Steven Zhang在声明中表示 这个很有趣 St Zhang 是广东人的城市 是他的重要竞选团队的发言人 Trump总统今天少早 听取了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 即ODNI 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的简报 关于来自伊朗真实而具体的暗杀威胁 目的是在美国破坏稳定 并製造混雷 他的目的是使得 chaos 使得美国变得chaotic 这个就是真正他想做的目的 Steven Zhang 补充说 情报官员已经确定 这些持续而且协调的攻击 在过去几个月来 有所加剧 所有机构的执法官员 都在努力保护Trump总统的安全 并且确保选举不受干扰 伊朗这个夏天也稍早否认 企图暗杀Trump的指控 在这个之前 不久一名枪势 在宾夕凡尼亚州一场造势活动中 不留活动中开枪 造成一人死亡 Trump没有受伤 Trump有受伤 就是他的耳朵受伤 但是没有重伤 在7月13日发生的这一场 试图暗杀几日之后 美国媒体报道 当局先前收到收到情报 指控伊朗密谋要对这个共和党人不利 因此加强了Trump的保护 伊朗否认了这些恶意的指控 当然伊朗否认 但是美国也说伊朗 美国不会无端白事去屈伊朗 问题就是 伊朗后面 是不是另有国家呢 而伊朗后面的国家 是谁呢 讲真啦 Russia现在疲于 战争 他没有那么多的力气 去做这件事 后面是哪个国家 是不是枯枝欲出呢 猪头 那只维尼 在上海迪士尼被人监生 打到 打到好像流鼻血 但是呢 猪头 是不是密谋做这件事的人 用伊朗做白手套 去做这件事呢 来人尘味了 当然啦 就算Secret Service FBI CIA 知道这件事 都不会公布的 上任之后再说 现在的 放在 柜桶底下 OK 当时Trump在Truth Social 写文章说 如果他们真是想暗杀 即Assassin Trump总统 President Trump 这可能一直存在 我希望美国 消灭伊朗 将它由地球表面抹去 而如果它没有发生 美国领导人将被视为 无胆的懦夫 懦夫 即基本上要 WIN Iran 目前未清楚 选举团队 和Trump本人所知的威胁 是不是新的 或者是先前 已有报道 所以这种隐患 这个癌细胞 在2020年的时候 第45任总统的时候 压低了 快要消除 化疗 搞得了 没钱了 没办法玩了 一去到 拜登的年代 哇 不断付钱 付钱 结果是什么呢 搞到今天的局面 OK 谁知过 将将审明 不需要我在这个地方 每一次都 申明这一点 另外一件事 就是Trump 刚刚昨天说过 扎连斯基 大家可能对 对俄乎战争的看法 有不同的意见 不要紧要 我就报道一个 真实的消息 9月24日公开 Trump 表示 如果 他当选总统 将会迅速 结束 俄乎战争 主张美国停止 对河南的 军事援助 同时 Trump 的团队 证 Trump 这个礼拜 不会 跟 河南的总统 扎连斯基 见面 那么 美联社的报道说 能够 就是 知道他说什么 我没有办法逐句翻译给大家听 我只能够有些重要的环节 比如说上次 讲到 Smithton 在Pansylvania 农场主 就是这些农夫 他们 Ranchers 就是这些 牧民 他们的 一些说法 我都会跟大家讲到 对于中国 有更新的 一些政策的宣示 就是说要執行 500亿 农货产品 农业 农产品的 贸易协议 2020年1月 留学在美国的时候 中美签订的协议 亦都要 加关税 亦都要反制 抵抗 取消 中国 所买过的 美国 农田 美国土地 这些 还有分泰尼 还有非法移民 这些问题 全部都是 新的说法 而且整个 Smithton 后面的banner 写着On China OK 这个 要protect 我们 看美国的农业 Agains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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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清楚 这个我上次的图卡也都写 这个banner 很大只放在下面 希望大家明白 特朗普 在Georgia的Savannah 演说时代 嘲讽美国总统拜登 支持基库战斗到胜利为止 拜登其实一错再错 已经是在 四方安全会谈已经出丑了 接着你看到 派这个blinken 去这个 挖船中东的问题 即是以色列 哈马斯亚 等等的问题 越挖越不行 越做和事劳 越打仗 现在连这个 敘利亚的真主党 也都发射很多的飞弹 打以色列 以色列还拖 然后杀了五百五十 五百多人 有二千多人死亡 好了 接着 有大战前夕 搞到美国现在要撤僑 甚至 呼吁红色旅游警暴 不想美国 任何美国人 去到这个 敘利亚的 那么这一点 你看到 大战在继的情况 搞到这个情况 谁知过 是吗 美国有很多东西 越滑 越了越差 为什么 你以为在做和事劳 以为做一个 大学里面的老师 或者中学里面的老师 在这里 当其他小学生 中学生 大学生 教 他们是狮子 柴狼 炮 野兽 他们不是红猫 他们不是猫 OK 你搞不清楚这件事的话 你不知道 我们人类的罪性 有多深重 你不知道 左膠 不断将人的 灵性 人的善良 说得很厉害 完全可以用和平 理性做生意的方式 解决争议 这是基生格主义 最荒谬的地方 而他最虚伪偽善的地方 也是这个地方 是吗 拜登的做法 就是这种管控论 管控分歧 撤至湖南 既竞争又合作 特朗普和幕僚 无论是薄名 余茂春 韩佩奥 基本上说的是什么 不是这么简单 中国就是美国最大威胁 打巢他 我们不是管控 是要赢他 胜利论 战胜论 击败论 起码要Win Win未必需要战争 不于说Win Win第一个地方 左下 第二 围堵 第三 脱欧团链 有些事可以做不可以说 有些事可以说又可以做 明白我刚刚讲的事 很简单的说法 你就知道 其实胜利论才是对 因为你无论採取什么论 中国共产党 都只是想吃着你 他不会和你管控分歧 他不是小孩子 他不是小老鼠 他不是红猫 他是豺狼野兽 北极红 大黑红 老虎 狮子 OK 你用这种所谓的 怀有的蛇 你用这些怀有的方式对他是错的 你看特朗普几次已经讲 都讲过龙虎与蛇的故事 有没有跟大家讲过 喂 他突然将每一次都带着那张纸在他袋里面 有空就拿一张纸去读这次给大家听 他在说蛇 可以是极左派 可以是美共 可以是左派 亦都可以是 中国 俄罗斯 对付邪恶 要对付邪恶的方式 OK 不是说 你乖点 不是这样 而是说 你很聪明 行 给了照片来看 你老婆呢 刚刚 休起了褲子的时候 咦 差点露春光 刚刚我视频师拍了一幅相出来 是不是很正呢 你问 你哪里拍到这幅相的 那你说呢 行 什么都可以谈 对付恶人 最重要你比他更恶 一更斯文 他无所顿迎 OK 你整个老粗这样下去 你要斯文地 做老粗的事 这个才是真正的高境界 OK 好了 那么 详细不能讲太多的心法 给大家知道 但是就是说这件事很重要 那么 特朗普就说了 嘲讽 拜登 支持基辅 就是乌克兰 战斗都胜利为止的口号 根本上是 荒谬的 逼迫了些弱鸡的地方 医院 做到喉不到费的支持 扎伦司机 搞到每次来的时候 做推销员 每次都泵水给他 给武器给他 给资料给他 给support给他 并且 特朗普是以俄罗斯 在历史上的 击败希特拉 和拿破仑的例子 暗示俄罗斯 不会轻易 在沃南的战场上失败 绝对不会轻易失败 这个地方 根本不是欧美势力的地头 你要搞清楚 你看看历史 那个地方 并不是 欧美势力的范围 根本不可能成为北约法围 如果要成为北约法围 即是 俄罗斯在边境里 贴到实 然后当他是Lulu weep他 这个他刚刚讲的传教士意识 所谓的 用 老师 广东学生的方式 放大阵仗 你对付恶人 要留一个余地给他 留个余地给他 你不可以 每次都要将他将对实 留个余地给他 这个余地 他不会来攻击 你又不会攻击他 但是你要给他 足够的阻击 和钳制 使他不会发生战争 这个余地 就算雕塞了 不可以塞到尽 去到一个红线 就打他 这个才应该要做个做法 你说 普亭 有没有这样的实力 去再攻击沃围呢 有 现在正在攻击 但是他有没有实力 去战令沃围呢 没有 除非 他用核子弹 这个就是大家有个Trump card 这个烟丝牌 大家不拿出来 但是为什么大家不拿出来 因为世界大战 那你如果这样去耗下去的话 是不是值得和 普亭去对赌 就是今天你做 你拍赌篇一样 你今天 要和吴孟达对赌 还是和周星辞 赌赛对赌 是你的抉择 是不是 是不是 你要对赌的对象 是尖永飞 还是 陈金城 巴南亚总统和同学结合 有几个交情的陈金城 你的class不同 大佬 那谁是你的选择 要单挑的对象 你要选择的 你扑扑都要排 你好像你看那个什么 那个什么 整股专家 刘德华拿着一大搭 那些筹码 去到每张桌子都要摆一株来和大家玩 你没有这样的精力玩的 No OK 刘德华可以玩到拍笑片 但你真正的国家不可能 铺铺你都要玩 缅甸你也要玩 孟加拉你也要玩 香港你也要玩 台湾你也要玩 哇 苏联的俄罗斯你也要玩 中国你也要玩 北韩你也要玩 罪利亚你也要玩 伊朗你也要玩 伊拉克你也要玩 以色列哈马斯也要玩 非洲各国 詐德 詐比亚 逐个玩 南美委内瑞拉 个个派兵干预 你会不会这样做事 你不会这样 你经营一个国家 你不会这样经营 你说有些人被忽略 有些人很惨 你看香港活生生的例子 但我告诉大家 没有特朗普 香港人包括我坐 可能已经死了 看回 当年 七月的时候 特朗普说了什么 其实香港当年在2019年 7月1号至721是非常关键的时刻 他出来说过一句话 具体日子的去查法 他说我跟习近平谈过 说过 说明了 绝对不希望 也都不准 天安门事件的状态 在我发生 习近平答应了我 你知道当时7-1 去到7-2-1这段时间 最危险的地方是哪里呢 7-2-1 不见人 白衣人打香港人 即是警黑合作来搞事 这个共产党后来想出来的 共产党最热的就是7月1号 立法会冲进去 他说 你逃黑的国 什么港徽 国徽 什么扯扯那些 涂头他很生气的 这段时间 集结几多个军队 在福田里 磨刀磨磨 想起来 八九六四 大哥 谁停止这件事 不是任何香港人 是特朗普 你说 他口轻轻的 有些人说过一次 不想说第二次 因为说第二次 你会了兴在中美关系 你跟这个坏人 恶人 美国有很多要跟他玩 香港只是一个次要议题 但是最坏的情况 特朗普是放在心里面 已经吻除了 不会再拿回来说 你自己看回所有的视频 你看回所有的信息 这个是最大的恩惠 再不要说美国人权民主法 他签署的 行政命令他批的 香港自治法他批的 我想请问你 你说这个帮得不够 你怎么帮 你说有些流氓的人士 在美国都要帮 都要帮 同样的道理 乌克兰来的又要帮 敘利亚来又要帮 非洲不知道哪个国家 来要帮 委内瑞拉来又要帮 香港来又要帮 我问你 香港人 在美国人眼中 你觉得比乌克兰的 那你又要帮定额的 那你跟定额 H1B visa 什么DEA的全部跟定额来做 等的 我有个认识好多的朋友 前辈 都等着的 我不能开名了 都等着的 那我问你 你急都没用 急都没用 你肯去等 就有结果 就有好结果 好结果的机会是大不大 不差的 你真诚是因为 政治严有比 或者假的 那些 所以我说所有东西 hold the breath relax 台湾到我很多的 认识的朋友 在群组里面 认识的朋友也好 未必朋友 或者认识的人也好 逐渐都拿得 这里的定居资格 低调 务实 肯去 等待 不要在 心圆意马 事情 就会逐步解决 你不断在 不定 不安 你不安 人家都不安 OK 所以希望大家明白 我扯开出来说 就是这一点 所以有些人说 Trump 都没有帮过香港的 我就跟你说 怎样帮 如果你说 这样也不算帮的 我也说 你可以质疑 而说我说的不是事实 那么你要提出一个反证 因为 Trump 已经说明了他的事 那么你提出一个反证 证明到 Trump 没有说过这些 全部是说大话的 你可以不说的 不惜好人心 我希望大家 我觉得只是这样 我希望大家 不要善忘了有些事 感恩 对不对 为什么我会支持Trump 其实有一个原因 就是这种 感恩 对我 I take it personal 你说拜登有没有帮香港人 有 我不会 我不会否认这一点 拜登不是一个 哇 恶魔来的 我不觉得这样 他也有帮香港人 OK 但我就说一个叫强抗中 和弱抗中 一个真抗中 一个 大家明白 所以我想 大家知道是 有分别 是程度的分别 他们两个都无意害 害我的 无意害香港人 OK 希望大家有这样的理解 就是不要觉得 哎呀 Trump 没有了之后 我们玩完了 自杀了 天崩地裂 自焚了 死了他那个 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想法 没有这样的事 世界上的东西 本来是漏漏漏 我都说了 赌100扣 你赢 你输99扣 100扣 你输99扣 你最后一扣赢就行了 何况 已经是无限磅提 给你赌 100以外 200 300 1000 2000 任来 你赢一扣 你已经赢 我问你 我们怎会输呢 最怕 你不继续努力 去每一扣去玩 这个才是 考验我们的重点 OK 特朗普就不和集团司机见面了 这个是和乌克兰官员先前释出的信息双矛盾 显示双方乌克兰议题上有分歧 特朗普坚称美国必须退出 没有战争 但他没有说明 具体说明他将会如何协调结束美国的参与 这些左派媒体 美联社 是白痴的 J.D. Vance 已经说到 非军事区 你们当时还整班在骂他 喂 这两个是拍档 有些东西不可以特朗普的口说 或者不是这个时机 未到这个日子去说 我希望大家明白到非军事区 维持乌克兰的主权 但那个地方 乌东所有的地方 维持一个非军事区 双方不得进入 军民完全撤退 同时候 俄罗斯乘略不再攻击 而且 要可能要务定一些赔偿 另外一方面 有没有都不知道这个 Square bracket 但更紧要的就是 乌克兰的主权 俄罗斯必须要承认 不再侵略 乌克兰不再加入北约 亦都不加入任何结盟组织 只要EU是不是 未说到实 我觉得 加入EU 没问题 但是不能加入任何 军事结盟组织 维持一个缓冲区 That's it 这个很重要的一点 缓冲区 非军事区 这个和张伯伦 当时 在乌尼克会议 1938年 所划定的 情况完全不同 因为当时没有划定非军事区 因为 一旦你踏入非军事区 那你违约 一旦违约 北约会不会出动呢 那北约会不会出动呢 有可能 基本上是换一个方式 给俄罗斯 但是实际上 北约推前了一步 大家明白吗 OK 给俄罗斯 或定非军事区 如果你违反这个情况的话 你就不要叫我不客气了 我 是美国 是北约 是欧洲 意思是什么呢 表面上他没有加入北约 实际上 大家明白吗 OK 所以我说 做大政治 玩棋局 是有方法的 世界上最得人害怕的三类人 共碟 贪狼 蠢蛋 而最得人怕是蠢蛋 因为他人数最多 和自己觉得没问题 而他也没有所谓的道德问题 因为他本质是蠢的意思 蠢有什么道德问题 没有问题的 但他产生的破坏性是很大 所以我做这个节目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我不是跟共碟做的 我不是跟贪狼做的 我说这些 我不会跟他们说教的 我是跟一些 未必是蠢蛋的 但可能是蠢蛋边缘的人 提醒一下 这些东西不可以这样做 不可以这样想 如果你真是蠢到加年一 就会 桑普讲垃圾 法西斯 什么希特拉 蠟水 根本白人 智常主义 垃圾 读那么多书 等于没有读法律 食屎啦 不可以这样骂桑普 你不要听了 意思就是说 算了吧 你继续在自己的世界里面生活 我都非要跟你辩驳 但如果你认为 这些东西我们可以平衡一些 私听误词 可以听一听不同的地方 你看一些左派的评论人说法 听我的说法 可以虚华约谷 听一听不同的东西 这种东西是聪明的表现 可能你比我更加聪明 是一个 谦虚的 表现 而这种东西我也 觉得要向大家学习 大家一起努力 尝尽 我说的未必完全100%是对的 我不是上帝 我说的也要自省 但在这个时刻我认为这件事是对的 我会说出来 这是我言论的一部分 希望大家明白 特朗普在演讲中再次讲清楚 扎连斯基认为 在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 The Greatest Sales 禁奉他成功争取到美国的援助 他夸张地说 每次扎连斯基来到美国 他都能够带走1000亿美金 根据美国国务院的数据 由2022年俄罗斯入侵 乌兰以来 美国已经提供了 超过560亿美金的安全援助 说真的这笔钱 你帮乌克兰 然后打到现在的地方 你又赢不到俄罗斯 牛皮 无穿进 除了第一波你帮他顶之外 第一波都不需要560亿 那么多 最多的钱是花在 顶了之后 不断保充那笔新血 五百六十亿美国三亿五千万人口 即是基本上 如果你平均将这笔钱 分给人口的话 不论贫富 每个都代回接近200亿美金 每天在烧钱 你烧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不断烧下去 你的目标 你的目标是什么 大家有看过 《罗马帝国兴王史》 《罗马帝国兴王史》 告诉大家 三个教训 一 这个教训是什么 一个国家要 继续存在 继续强大 三样东西 无论你民主自由 还是专制独裁一样 三个关键 第一 国家目标要明确 第二 有坚强有实力的领导 第三 民众的团结与支持 这个一定要有 譬如为什么中国会败亡 你的国家目标是什么 很明确 是要锦制人的 那些人怎么支持呢 是不是 这个是基本的 违反动物本能 你不会持久的嘛 你可以透过管控 当动物那样去幻养改造 但是当你的领导不坚强 你三失 即是你目标都不知道去哪个地方 民众也都不支持 跟着你坚强领导已经丧失的时候玩完 所以习近平一定要做强人的 搞领袖 领袖崇拜的 OK 换个道理 你要战争都一样 不是国家有三个目标 要战争都一样 要有什么 明确的目标 你打这场着 美国帮北约 北约帮乌克兰 打这场 战争 究竟 你的目标是什么 是灭俄罗斯 杀普京 夺回塞土 你目标是什么 而你达不达成你的目标 你的执行力去到哪里 你有没有坚强的领导 还有你没有民众的支持 问了美国 全世界 乌克兰的民众支持 你自己问这些基本的问题 是吗 你寒天月天世界大战都一样的 所有战争都有同样的问题 而这个东西 中国在笑着你 杂猪头在笑着你 他继续在赚钱 是吗 所以我说 哎 就是 为什么有些人这么蠢 我真的不明白 那么 那所以就说 据说 特朗普和 杰林斯基的关系 在特朗普任内 已经出现裂痕了 当时特朗普曾经 施压 乌克兰司机 去调查拜登 和他的儿子 亨特拜登 和一间被特朗普 就是特朗普 就说过 是和乌克兰联系 一起的 网络安全公司 今后来租资到 他的first impeachment 当然 impeachment 失败 当然 这件事 代表什么呢 不如不见 四个大致讲完 不如不见 有什么好见 你不是见你那个 Harris 你要见得 不是特朗普要见你 然后平起平坐 跟你聊天 他有求于我 你要敲门 跟我说 你offer什么给美国 你来这里敲钱 招钱 你问我来做什么 我都不会给你了 招 收档 除非你有东西 我再谈 你不主动找我 那就不关人 This is the game OK What a shame 这个是看到 赞连斯基 多么 可笑 He is an actor 你要知道 Hack a sales 你要知道 他本质是一个 sales 他要做一个 出色的sales 他有成效 所以他因为有成效 所以 瓦蘭境内 他不会 觉得他太差 但是 各个瓦蘭人都知道 Well 荣光是属于他的 生命就不断日日 这样去蒸发 其实都希望这个战争 进拜几速 当然希望赢这场战争 但根本就是希望 不会再打下去 俄罗斯不会再侵略瓦蘭 这个就是 瓦蘭想要做的 目的 OK Trump 说过 共和党人都说过 美国应该减少对 瓦蘭的援助 尽快揭冲俄战争 将资源和所有的 心力 精力 国防 深防 民防 集中在对付 中国问题身上 而Trump 的立场 可能会加剧共和党内部的分歧 但无论怎样都好 它是 大部分共和党的主流派 也就是支持它的看法 希望大家都明白这一点 同时你会看到 一个 叫做 Google的搜寻结果 是出述的 最近这个 保守派的 非盈利机构 媒体研究中心 MRC的最新研究显示 Google搜寻引擎 显示美国政治人物资讯的时候 存在明显的左派偏见 特别是将 Harris的竞选网站排名 设置到 优先于 前总统Trump 引发了 外界对搜寻引擎 是否被用于政治操控的干扰 Fox News报道说 MRC的研究指出 在搜寻 Trump Trump presidential election 2024 和Harris Presidential election 2024 时 Google搜寻结果 对这两位候选人的处理方式 存在显著的差异 然后发现 Harris的竞选网站 被列在搜寻结果的第3位 而Trump的网站 被列在第6 这些差异反映了搜寻引擎 对不同候选人的 不公平的展示 进一步助长了对科技巨头 可能操控选举的质疑 这种事物的 心理的掌控是非常强的 MRC认为 这样的搜寻结果 有存在的偏见风险 特别对越来越多人 依赖搜寻引擎 获取资讯的情况之下 搜寻结果 可能直接影响 选民对于候选人的认知 进而对选机见过产生影响 根据SEO专家 Brian Dian的研究 这些人的研究 搜寻引擎第6位结果的点击率 往往只有第3位结果的一半 Google发言人反驳了这项研究 强调两位候选人在网站上的商家搜寻中 持续位居前列 并指出这项研究只考察了单一搜寻辞条 不足以代表全面的结果 另外支持Google的人指出 Trump的竞选网站在Google的排名 甚至比兵和德德高这些网站引擎更加前 因为它们更差 即是你硬屎和烂屎来比 有什么意义呢 尽管如此 MRC也坚持认为这些搜寻结果的偏差 仍然值得关注 尤其是美国民众对科技巨头的影响力 日益担忧的背景之下 更加紧要 随着搜寻引擎 在资讯传播和舆论塑造的角色中日渐增强 如何确保这些平台的演算法 公平公正避免政治操控 成为社会的重要议题 7月时很多网友发现当时使用Google搜寻引擎查询 Assassination Attends on Trump 一词的时候 即是暗杀川普美税这件事件的时候 Google搜寻 列是不会自动带入关键字的建议 反而自动出现 暗杀雷根美税 暗杀列根美税的句子 譬如Tesla SpaceX的创办人Elon Musk 在公开质疑Google相关做法 使用他的可能构成选举干预 Elon Musk就说 Google对Trump总统有搜寻禁令 这个是不是选举干预呢 如果他们干预选举 会被自己带来更多的麻烦 当然如果Trump当选的话 炮制Facebook、Instagram 这些 还有 Google、YouTube 就是战在言上的 他们自己执生 但是我只是说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不是说你一定要 偏方Trump 而是说你公平 我发觉到 譬如我自己找资料的时候 你一打 譬如说 这个Presidential election poll 或者 2024 Harris Trump 一声 所有的东西 都是 新闻 搜寻的所有东西 基本上 绝大部分都是偏袒 Harris 那你说主流媒体多嘛 那你说你用其他方式 影片也好 怎样都 影片不是主流媒体嘛 影片很多嘛 很多都是偏袒 Harris 虽然我呢 我想Argolifam都知道我是Trump supporter 但是他给我的 Feed 给我的东西 其实很多都是 Against Trump 这个就很得人害怕的一种疫情 你自己试一下 我会自己说 这个就是真正 现在的 客观的现实 那最后 其实讲一个小新闻 就是 讲谁呢 Sarah Sanders 这个是谁呢 Argolifam 阿肯息州的州长 亦都是以前 Trump时代的白宫发言人 这位女性非常 厉害 首位一致 这个Sanders最近拍摄一个影片 他说这个说法 我觉得非常 直树无子 强调对于美国来说 中国是最大的威胁 这个跟J.D. Vance的讲法一样 Sarah Sanders Sarah Huckabee Sanders 他将成为首位驱逐中国国企的美国首长 他说 他 认为要揚言驱逐那些 不对美国效忠的中国公司 你没有对美国有 你不loyal 夹中国公司 驱逐 他将会成为首位驱逐中国国企的美国 州长 拒绝让中国国企买卖开发 阿肯息州的所有土地 一寸土地都不能 deal Sara Sanders说 日前有一家在阿肯息州营运的中国公司 因为违反当地法规被罚款28万美金 同时阿肯息州政府也向这个州的检查单位检举两家 和中国共产党有关的公司 其中一家就是阿肯息州里面 经营加密矿场的业务 基本上是做 Cryptocurrency 采矿那些 不是真的矿 Cryptocurrency 很多的 电去采矿 OK 希望这个州的检查单位 能够针对这些和共产党有关公司做详细的调查 Sara Sanders指出这些公司来自哪里是没有绝对的关联的 主要是关于这些公司选择效忠哪个 如果在美国营运的中国公司不能够对美国的环境保持忠诚 就会被美国政府罚款 甚至驱逐出境 我们不能够信任那些 效忠于外国势力的人 很多网友都感叹 近年中国透过煽动民粹 制造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冲突 战狼外交 最后导致整个国际 極营商环境发生激烈的变化 最后日本 我们讲过那宗小孩的事件 更加出现更大的变化 受苦的只会是中国的平民老百姓 亦有网友认为中国不单只是美国的最大威胁 对其他国家来说 中国亦都是他们的最大威胁 这个我想是非常中肯的评论 所以我首先要多谢 颜色的州长Sara Sanders的说法 希望将这个新闻告诉大家 颜色开第一枪 五十个州 红州 是不是应该急起直上 尤其要督促 共产党 国企民企 买大量土地的 广州 更加需要清除这些问题 是不是 这个需要 州长的努力 需要 他们的 权力所在 这个权力不是特朗普手上 在州长手上 而今次在11月5号的美国选举 是有选州长的 好几州的州长都会选举 那么我希望大家能够把握这个机会投出一个正确的一票 所以四个选举 总统副总统一个 参议院一个 众议院一个 有部份州的州长 一个 四个选举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看看 会不会 红州 或者是 共和党的力量 会增强 那么如果它增强的话 我相信对于抗中来说 是有更加好的前景 这件事也不需要共和党 因为今天民主党就算是左派 你肯去支持 胜利论 而不是管控论 我都会胖难受掌支持你 OK 那我们先说到这里 我们之后再说其他议题